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续追静华城的弊案 检察官今天传讯了沈清清 传讯了朱雅虎 这个有意思 那传讯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 那还有静华城到底放水是放了多少 大家都在问 来我们来看个相关报道 金华城争议持续延烧 几日前被踢爆疑似先发建照 才签协议 如今议员许淑华再公开协议书的内容 痛皮克市府一路放水 签协议书时间点在建照核发后 不只是先上车后补票 摊开合约发现各系项规定 实现和回馈都很宽松 只要金华城在取得10兆两年内 取得绿建筑的标章 即可取回17.5亿和35.15亿的保证金 等于是先盖完再履约 许淑华痛批 柯文姐为了护航财团 程序 公文如此放水 也是听微镜留下后路 万一到时上班盖完没履约 市府想拆 想追讨容积 都是困难重重 不是当下拿到建照之前 就应该要履约 而是盖完后 而且是两年后才需要履约 也就是说我今天 已经把容积奖利全部都拿了 也都盖完了 然后你事后再来履约 这不是放水吗 拿绿语员其身炮轰科市府 让金华城轻松取回保证金 现在还传出 检调追查都委会相关的会议当中 从专家学者官员到文化部 市府法务局 所有的与会者 至少出现总共18次 反对容奖的发言 包括时任都委黄台生 都曾说过 我害怕到时候会有问题 但是意见通通被消音 最后容奖在客问者两度指示下 速办 最后闯关成功 其实这个案子 在都委会的审议过程之中 就是充满了疑点 为什么法务局的代表的意见 在这个会议里面 甚至事后都没有被讨论 没有被尊重呢 而且之后的会议 就没有再邀请法务局参加了 连自己局处的人都 连自己市府的代表都会被消音 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们来看一下顶月 称10月6号签协议书 不过科务局在9月29日 就已经核准建造 因为核准建造 是在9月29日 核准了以后当然要发给他 所以10月18号才发给他 所以事实上核准 9月29日就核准 换句话讲 以他们现在的关系 9月29日核准了 请问境外城知不知道 大家都在问这件事 会不知道吗 人家不会打电话告诉你吗 不会告诉你说已经核准了吗 川普 这到底整个 会很複雜 你来说一下 这个我们的新清建造 跟我们说核准 核准是开始算公期 就是说几天几天是这天 这天开始算 他这就是说我这天准理 准理就是我这天全部回答 他们要给你了 可是我们算你当时要开始当 是对这天开始算 因为他会牵扯到 他要什么回馈 要算什么绿建筑 绿建筑 智慧建筑 给他任性城市 他规定两年后 两年后开始计算 所以这有一个法律上的落差 好 第一 这一个建造 就给他 实际上拿给他是10月18号 所以十九核动工 为什么18号拿到建造 四九号就动工 当然是十九号先决定的 所以他早就知道九二九已经知道拿到了 所以他要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准备动工 对不对 所以显然九二九我认为 今晚才已经知道了 核准这一天他就知道了 所以他才能够安排 一拿到建造的隔天就立即动工 对不对 对 动工要有很多人 又林柏芳 宋主要 谢国梁 舅舅 林柏芳在场 金工去三四年 那一整天都要有吗 那堵头鸡肉 那柯文哲要有吗 柯文哲要有吗 那为什么18号拿到 19号就可以动工 这些人就来了 18号拿到 然后靠着说 市长你明天赛赢吗 柯文哲说 有啦 我刚才赢 不然明天赛 不然就会来动土一下 柯文哲说 好啦 我就赢赢 就会来动土 你这个公办价哪有可能 不然哪有可能差一天 哦 所以走就好了 那几个大老闆说 不然你一天都违影的 都来 叫整个人都来 这不可能 你把我刷在那里头 还要灑金子 那些都灑金子的头 金柏的 金色的 都串心力 串心力 都不可能 所以这天定好了 柯文哲 不好意思 这天你去查农民 你这天一支不好 这天不能动土 也不能开工 真的不好 真的啦 我查过了 十月十九 这天一支不好 那他们为什么 没在看日子 因为日子不好 有很多人来啦 日子好就有很多人来 做民意代表就知道嘛 日子败的时候都没拖 那天最好 那天要吃飯 那天最好 那天最好 所以好了 所以你找到一天 不对的一支嘛 不过后面就都出事 可以这很差 还插一个木架 还插一个衣威士比 还插一个中央基金会 都插到多少 所以现在 如果检查农民 这几月有什么问题 或是说金流出现变化 这都不知道 这检查农民去查 我要问你什么事 十一月六日 台北市政府跟顶月开发公司 来签回归协议书 问题是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八日 就已经拿到建造 为什么拿到建造 协议书不是应该在建造之前签吗 他当时那些公文 要准备那些公文有效 说开发者要教市政府 先完成协议 才给建造 要完成协议才给建造 那为什么先给建造 再完成协议 对好 现在当然有人会这样说 但是他说 他说不对 是十月六日 比喻 好来 什么什么比喻 现在刚刚发局别乱说 为什么用给你知道 那些大料银子要回家 要用银申请书吗 那些大料银子 小料银子要回家 用银申请书 用银申请书当时申请 好啦 我再说一句话 纵然给你十月六号 问题是他九月二十九 就已经核准了 对 为什么九月二十九核准以后 纵然退一万步来讲 他是十月六号就签约 也是在建造之后 对不对啊 而且 何况如果是十月六号 那是更不对啊 如果当时协议没完成 协议没完成可以给建造 对啊 不行啊 假设完成啊 不然怎么可以 十月六号 拜托这都是假设的 那就是二十八 这个协议就是二十八 二十八可以假设的 二十八的内容是什么 二十八那个怎么组成的 然后达到这个绿建筑的钻石级 这一个智慧建筑的钻石级 他说协议不成 我只能用黄金级 我不能用钻石级 协议不成建造会给了 已经已经动工了 已经动工了 所以他担要钻工的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他把它抹下去之后 你之后协议只能按照 按照这个顶月提出来的协议嘛 起政府机会等于哪 所以九二九就已经建造核准 结果重南依顶月称是十月六号 签协议 这个也不对 不对 如果按照契约上的十月六号 那更是不对 所以坤协议要讲 通通不对 我跟你说 回到大小银子 那个人 那国务人员他在扣上那只银子而已 你知道吗 我们在市政府里面 因为那只大一只银子 怕一只银子而已 就是在扣银子 那只银子而已 所以他每天都在扣银子 银子每天都在扣银子 十一月六号 下这个十月六号 那天都在扣银子 下十月六号 你给我骗 检察官 这个是重点 王毅川讲出了这个重点 把那个管印章的 你到底是十月六号盖 还是十一月六号盖 把他叫来问一问 就第一点 第二点 重南 你真的是比误 不是十一月六号 而是十月六号 那也请检察官注意一下 因为建造核准日是九月二十九 而他在十月十八拿到建造 十月十九就动工 所以显然的动工不可能一天就准备好 所以早就知道 所以这个早就知道九二九 结果 这个是建造 之后 之后你才签约 这样也不对 对 要查吗 当然要查 这个我跟这个检察官 我应该都都查 因为太多公務人员去 他叫去问了 听说三四十个都去 他叫去问了 因为我跟你说建造核准日 核准日就是最后 那时候回答 核准日 回答了 可以通报 已经改正了 已经改正了 一定是这样 通报 通报 我们市政府都有人在跑正照的 说有了有了 回答了 有那个专门在跑正照的 这个 招脚 招脚 那个叫招脚 专门在跑建造执照的 跑使用执照的 这个我都知道 因为我做个理员 我没可能不知道 我也做个理员 我也知道 好 所以这一个 当时的给你公文说 这个案子要给你的前提是 你要完成协议 完成协议 我才能才能够给你 所以减舒培把这个时间点 全部弄出来之后 才知道说 为什么顶约 我都给送监日 讲成签约日 混淆是清 就是要吃饭 市府不会有意见 就是先给了建造 不要再来做相关的协议的 这一件事情 跟我说 佣哥 市政府来带扶这 抗婴的人 他的工作就是抗婴而已 他每天盖章 今天他上班 今天十一月 所以从我这里开始 从我这里回到那天 我今天全部都十一月 那绝对不定 因为那些婴子 市政府给他一天而已 OK 所以建议 哇 这样看起来 热闹了 丹丹的建造跟协议 为什么急 而且最主要是 十一天要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让他八百次完成 十一天完成以后 因为再来十二月二十四号 柯文哲就退位了 所以急着要在这些日之前完成 这怎么一回事 我我可能说一个 可能 议丹丹这可能没什么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看一下建造核发日 九月二十九 核发建造 建造核准日跟核发建造 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依照公务人员 中间还有一个退图 请建筑师准备副本来对图 哦 建造核准日以后还中间还有一个要对图 所以宜丹丹刚才说到没有错 但是他中间有必须要来请建筑师准备副本来对图 但是核发建造之前一定要签约完成 这也就是十月六号签约完成 猫力在哪里 等到十月六号签完成了以后 对不对 为什么在短短的十一天 能核发建造 十月六号到十月十八 宅一刚 这全世界台北市没有这么坏的案子 这个地方是真正的猫腻 但是对于 所以核发十月十八号 可是参照理长金华城早就知道 九二九就已经知道已经核准 建造核了 但是我还没发给你 还没有发给你要对图 随时可以退回来 对要对图 所以也就是对图完签约补签约的程序 完了以后才能核发建造 但是大家现在在质疑的核发建造 这个从你签约十六号 假设你说物质全部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大家认知错误有问题 但是十月六号签约完成 报市政府必要不要专签 所以十一天可以签约到建造下去 轻辞啊 而且十九号动工 动工一定要事先要 动工还要报备 动工不是说我 我要党就党 不可以 真的就对了 要做导钩做基础工程 假设性工程 那要报 核准 真的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他们在早就告诉柯文哲 哎 拿啦 十八号你如果没出事 我人都要好了 所以他才逼着这十一天给他建造 专签给市长核发建造 然后再加上报开工 同意核准做基础工程 报开工